哈囉大家好我是RT 上次說到咱們八百億車質量有那麼點水 今天就來繼續看看到底這八百億什麼時候會打水漂吧 於是咱們主角隊上級被打得面目全非 接下來以日本編劇的尿星 肯定是故意讓主角們被劇情殺 然後帶來特化他們的成長啦 就像咱們海賊王的兩年後一樣 不過戰鬥上的頂尖小學生們 肯定是不用那麼久的 大概兩分鐘後就能搞定 於是學長跑去小野家喇塞 我已經看到小野他哥多了一個冠軍徽章 這麼小野哥只有亞洲盃冠軍啊 怎麼會有一個歐洲的呢 那怎麼回事啊 我想那大概就是海靈系漢客的徽章吧 蛤?海人先渡師? 咳咳 這個海靈其實是咱們小野哥在世界大賽時的 那個未過門的對手 而就在此時咱們的車會經理正在咖啡店崩潰吸毒 小野他現在怎麼了? 好像受了很大的打擊 好像把所有的責任都攔在自己身上 你是經紀人吧 得為了你們的團隊想辦法才行啊 欸 等一下 他們自己爛干我屁絲啊 赤狼也一起來嗎? 沒有 我們在外面就分手了 是嗎? 沒錯 赤狼腳踏兩頭船的是在上級被發現 這麼小野就這麼一攔決攔地跟赤狼分手了 OK 這都是我掰的 小野就只是來跟咱們胸架聊海狸的 這樣觀眾們才能知道 這個海狸到底是狸還是人 而就在小野哥死掉之後 這位還沒打過的海狸變跑居掃墓 還把自己的歐洲冠軍會章留下來之後 一起退隱江湖 這就是傳說中的英雄之奇英雄嗎? 搞得好像在場的各位都是垃圾一樣 就你們兩個人打 把我們800E放啦去啦 瞧那個小鬼鬼 我總覺得好像沒體會她的心情 莉莉佳 你只會到什麼? 喔 喔 喔 這問句實在是太貼近現實了 海靈希 你是很厲害的天才戰鬥車鬥士喔 她是那麼厲害的戰鬥車鬥士嗎? 看阿多人跟你哥打對台了 你真的有在玩戰鬥車 連這麼基礎的世界級選手都不知道 實在是太貼近現實了 媽媽咋扣 後來萬怨師又再度出招 直接超級大方的叫小金去他們北海道的超級研究所 資金無上限 還有戰鬥車大師陪練 這麼明顯的幫助 你還是不要繼續演壞人啊 萬怨師憂 就這樣學長去療傷 小金去北海道吃螃蟹 專門的小野去看海 左腳就是這麼的氣與喧昂 最後小野只好去找富二代杖人他媽 終於從第一集的胸架與比女妹之後 又多了一位地方的媽媽 真是可喜可樂 我知道了 那我出去散散心 喔 就這樣小野成功的支開葬人 終於可以對地方的媽媽下手 咳咳 並沒有 他們三個小學生一起跑到北海道去玩 不愧是日本的小學生 愛去拿就去拿 有個在外旅行20年的10歲男孩 也是都不怕出意外的 我叫做基德 是個按摩師 而是相較之下 正在北海道奮鬥的小金這邊 這種箱子 沒必要帶著一起走吧 不行 因為這裡面裝的東西 是我的靈魂 喔 齁齁 這麼中二的對白 我也想說一次看看 是不是最幸福的是咱們的學長 有胸架陪伴四寝 真的是爽到深處無願有 結果萬萬想不到的是 咱們的策繪經理 假借一博二日的名義 其實是騙他們來北海道看比賽 萬願寺夢想隊 萬願寺 那就上次狂犀你們臉的那四哥 北七 結果還是看八百億如何各種玩弄對手 這是這次的對手 泰蘭 不用叫爸爸 啊 嘿 乖 拿個兩百億來給爸爸花花 次郎 你也得努力 增強體力才可以 沒錯啦 如此才能滿足我們胸架的需求 滿足我們胸架對於戰鬥車鬥事的需求 就這樣 小金終於來到了傳說中的 八百億研究所 沒錯 就是這麼的專業認真 讓咱們更老的超速優優跟戰鬥陀螺 都有VR 超級力八百億當然也不會少啦 就這樣咱們的小金戴上VR眼睛 天啊 薛米的快感 厲害 天之就跟真的一樣啊 看看我超速飛龍的厲害吧 我想在場的各位也都是超速飛龍呢 於是小金專業的打了個冷戰之後 霹靂神音的資料就被萬願寺給偷走了 那咱們戰鬥人這邊的試煉也在此時 悄悄的展開 那位小朋友想不想試試 啊 我啊 不是 是站在你後面的帥哥 沒錯啦 就你那副雖樣還是負責出錢就好 路上飛千元打到對手就能拿兩千 這就是傳說中的大人欺負小孩的故事 什麼啦 憑你那種招式 是沒有辦法把我逼出圈圈的 你堂堂一個大人叫人家小學生上場 還這麼強人家 讓咱們戰鬥人心理陰影面積又增加了不少 於是戰鬥人只好去欺負他們盜館的小孩謝芬 老師 我不想跟這個哥哥對打 為什麼不讓他們打 講得好像你剛剛賭錢就有讓過我一樣啊 但是 就這樣兩人再度展開增減對決 最後肯定還是一顆寒毛都碰不到對方 人有時候要輸才會開悟 這次本劇有史以來最有道理的一句話了啊 就這樣大師吩咐藏人當孩子們的肉憋 哦不我是說肉把子 狂敲藏人的腦袋 終於把藏人的腦給敲出了一個洞來 翔到看著劍獄多人動物對手的弱點 數字咱們的小野依舊在迷惘之中 我也還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繼續玩戰鬥區 這個問題你還下不了決心啊 那種事就問自己心理是怎麼樣的啊 喜歡就繼續玩 不喜歡就不要玩 啊講了那麼多大道理 你不就是要他繼續玩才騙他來北海盜的嗎 講得好像他可以選一樣 其實答案只好在一開始就被預設好了 就像你小時候你媽跟你說 你自己是選要看卡通還是寫功課啊 然後你跑去看卡通 瞬間就被爆打了一頓一樣 就這樣隔天小野繼續與經理整日耍飛 就這麼巧遇咱們的小金 你為什麼在這裡 啊啊虎姑婆 誰是虎姑婆 虎姑婆 早期流傳於台灣的民間故事 其實近代就有類似的虎傲專 就是說老虎在夜裡化生成老太婆 到處哄騙小孩打冷戰的故事 欸總之就是拿來騙小孩的就對了 就這樣對於小金的誤會就遲解開 說不知一回到實驗室就被他撞見 萬元寺正在調戲他的霹靂神音之流 這位戰鬥車大虛 好像不怎麼會跑步的樣子 畢竟他不是抱走兄弟的成員啊 於是小金就這麼被萬元寺掃地出門 走投無路之下 只好跟小野會合 你是不是白癡啊 如果被捉摸到過點 那該怎麼辦 要去搶回來 三廚存取在主電腦裡面的檔案 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小娃娃 他真的是女孩子嗎 搞不好比萬元寺海橋了 你看吧 我第二集就說過他踩是最強的了 而他們的藏人則是繼續玩著劍獄 修煉沒有槍頭引人捅死人的絕招 再度跑去找大師一絕勝負 還差點一件就把大師給戳死 這才終於鞋層出關 而學長也終於跟胸甲雙修結束 成功出院 後來小野一夥為了刪除霹靂神音的資料 潛入研究所 是不是要刪除資料 就必須打敗資料才能刪除 沒事沒事 你也就只是把車放上去而已 不是嗎 孩子 白色的優弱乳還是熱的 不好意思 阿伯亞又散事跑出來 而咱們的小野一夥 終於在模擬戰中發現神音的秘密 小野 快點給霹靂神音更多的力量 怎麼給啊 把動力的輸出提高到10倍 用你所有的力量 把戰鬥車再次投射上場 原來這就是更多的力量啊 進了個呆了我 做不知霹靂神音的隱藏絕招 直接就讓八百億的超級電腦當機 就這麼自動刪掉所有資料 所以我說萬怨是啊 你的八百億是不是都花錯地方了 研究所的保安跟電腦系統都拉成這樣 居然還有負荷不了的資料 看來八百億的期限 堪憂啊 就這樣眾人有成長跟沒成長一樣的 結束北海道之旅 就這麼回到飛田新地 最大的變化大概就是障人的心態了 其他人幾乎沒有改變 而且還馬上就去參加積分賽 對上超小學級的暴走組 沒錯 自己位就是這場積分賽的對手 我還以為是469呢 真是可惜 看來暴走組就是暴走組 沒錯 小孩滾邊區 這暴走組喜歡大姐姐 你為什麼要玩超精力戰鬥車呢 戴眼鏡的 我沒有必要回答你 我是為了贏得女孩子的芳心 要用這個一番心來擄獲大家的心 看我的表現 好冷喔 真的是觀念太正確了 這群孩子們 不過這輩子大概無法擄獲任何人的心 直接就被超速飛龍屌虐結束這回合 下一場輪到咱們拼命店丟車的小野上場 因為不知道還能幹嘛 才好不停地丟到手爛掉的意思 是不是這場比賽的對手 博士豹走組 而是AE86啊 因為我們每天 丟掉這個傢伙 在山頂上跑 想不到吧 救命三車神其實是一台戰鬥車 結果他也只會在路上跑而已 根本沒帶腦 直接就被戰鬥切成兩半 結束這回合 就這樣 主角隊終於奪得垃圾大賽冠軍 殊不知對手就算打輸 還有妹子見花 主角一伙卻窮得只有車而已 對手才是真正的人生勝利組吧 那麼今天的複習就先到這邊 創意依舊不錯的話 咱們再繼續複習下一集 我是RT 我也想要借借的吻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個贈